欢迎来到高分纪录片频道 用电电电蛮 电蛮会被电电死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 但是在亚马逊 当电蛮遇到钓鱼老炮海格时 他们极有可能会领盒饭的 在亚马逊钓鱼 要不是八字购印 那都干不了这一行 毕竟你见过这班数条一两米长的电蛮扎堆的画面吗 说不好听一点 在这里你可以捕鱼吃鱼 一不小心甚至还可能喂鱼 吃鱼和喂鱼之间可以说是存在双向奔赴的 不过对于老鱼民海格来说 除了干饭 皆无向往 吊坑之外 都是他乡 大蛮鱼都已经中钩了的情况下 他又起不善罢甘休 拖拽着电蛮之际 再拿出了第二根鱼竿 开始给这条电蛮多挂上一根鱼钩 当真是路亚两只竿 鱼货堆成衫 双肝配上盘 鱼货吃不完啊 不采用双肝着底的传统钓法 海格最终依旧成功地将这一条大电蛮给拖上岸 有一说一 捕鱼界不能没有海格 就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般 面对这般巨物 海格竟然还拿出了绝缘控鱼器来准备空 着实是平静的大海培养不出优秀的鱼服 电量满满的电蛮也无法带走海格桀骜的心 不过这般操作大家可千万不要学习 毕竟海格可是职业捕鱼人 有安全保护措施的 如果你钓到这般巨物 一定切记 茶要泡过才好喝 鱼器放置稳妥之后 海格先是将鱼身至上缠绕的鱼线一一的进行解断 随即查看这条电蛮的情况 在确定电蛮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时 海格便拿出了长长的卷尺摆放在地上 准备给这条超大的电蛮测量一下身长 在一番小心翼翼的拖拽之后 这条大蛮鱼总算是基本上落位在了卷尺边上 想给海格比个C的身形也被海格用木棍对成了一个E 而将蛮鱼彻底的摆放好之后 这条电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米 属实是吓人 为了有个更加直观的对比 海格更是冒着风险单手将这条大蛮鱼给举了起来 原本吃鱼和喂鱼之间是存在双向奔赴的 这下海格还增加了第三种可能 那便是一起去奈何桥报道 在海格将电蛮提起来对比之下 可以看出即便是海格举着手 也没能彻底地将整条鱼脱离地面 而电蛮的维度也有了更为清晰的对比 这简直是堪比大腿般粗细了 几十斤的重量绝对是有的 别看这巨物看起来似乎像是狗袋的一般 当它一回到水里面立马便有劲 当然 这也是海格有意放走它 毕竟长到这般大的电蛮也不容易 加之吃也吃不完 要吃的话整上一条这般四五斤的电蛮即可 在对这条电蛮的内脏进行一番清理之后 海格便利用控鱼器固定住它 随即将鲨鱼身上厚实的鱼肉与鱼骨切割开来 最终成功地将鱼骨直接剔除出去 而后将鱼皮部分直接扯掉 再采用小火一番煎烤 一道香喷喷的荒野鰻鱼大餐点王火